正当我们逐渐地在遗忘全球暖化 也就是新闻不断地升高 可能给人类带来的伤害之时 大自然以毫无保留的方式 直接登陆美国 直接登陆俄罗斯 在当时冷战时期期的时候 这两个国家 苏联当时是前俄罗斯叫苏联跟美国 在冷战时期的时候 他们都认为彼此就是彼此最大的敌人 可是现在摧毁他们最重要的敌人 既不来自塔利班 也不来自于苏联 他就来自于大自然 整个大自然对我们所有人类的反扑 现在因为金融海啸的关系 因为媒体的遗忘 已经完全的几乎被搁置在旁边 就在上个月六月中旬的时候 才刚刚结束 有一百多国的元首签署了一个宣言 可是这个宣言看起来 好像声音很大 但是完全没有约束力 这个宣言的名称叫 我们共同期待的未来 就是希望能够把全球的暖化现象 给降下来 可是谁来做这个努力 谁来投资绿色能源呢 那我们来看这一场 完全被遗忘的地球高峰会 如果你以为随着全球媒体的兴趣降低 暖化也随之减缓呢 我们要告诉你 圣经预言的启示录宛如倒数 人类淡忘的暖化如野火料源 没有防堵 世界激进时空 7月 美国中西部的极端变得更极端 热浪猛烈 要抓人类 接连五天 摄氏40度 东边的纽约三大机场 同一天都刷新60年前 单日气温纪录 非常热和热烈 很像热烈 孩子们茫然的乐观 后头焦虑催人 天干雾燥加上抢风 可鲁拉都州森林大火 以平均每小时三公里扩大蔓延 大自然的眼力 人类眼面痛苦 美国火热 欧洲英国则陷水深 苏格兰北部短短一天之内 倾倒整整一个月的雨量 140个地区发布洪水警报 挪亚方舟的洪水泛滥40日 仿佛已然预告 进入亚洲 孟加拉洪水演成土石流 近百人命死亡 20万人流离 没有例外 从美国 风惨烈灾情 却如闪电般轰隆 垮在你眼前 我们必须红着眼承认 60年来 地球均温上升0.7度 再不踩下煞车 人类快没有时间了 六月中 超过一百国元首的 巴西里约地球会议 开幕影片 人们的梦想如此扎心 全球暖化不止息 下一代终将继续失落 最后193国领袖完成签署 我们期望的未来 包括获得联合国亚银等 5130亿美元的发展资金 肯定绿色经济是各国的 重要政策 建立超越GDP的 国家福利评价指标 但再一次 只有目标 没有约束力 和2009年盛大的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一样 尽管完成了协议草案 包括控制未来全球升温 不超过摄氏2度 美国承诺1000亿美元气候基金 中国承诺接受碳排放检测 但攸关控制暖化的 减排方法 却在文字中缺席 三年两次 我们期待的 人类救命的气候峰会 终究让我们失望了 马上能有数开放 突然写在15 Gregorloups 比赛又下载条 有致了 百分之后 是 这次 不是 要没什么 有致了 不是自然背叛了人类 终究是人类的贪婪背叛了人类 如果你还是对全球暖化没有感觉 那么我们要告诉你 今年的台湾将多美多台 气象局早在五月初就警告 四五月平均雨量已明显偏高 因为反声音和声音现象下 台湾附近的海温升高 洋流环境已经改变 现在南海跟我们以前的南海不一样了 南海现在不但是海温高 它所蕴藏的这个潜在的这个热非常的强 因此它蒸发水气比以前更丰沛 它更容易形成台风 我们需要有行动力 有约束力的气候协议 亲爱的台湾无法例外 因为全球不是一起游 就是一起沉